赵志勋 赵志勋 我已经跟大家下过很多盘了 输的比较多 只赢了一盘 在第一届英式杯上赢过他一盘 然后其他碰到他五盘都输了 所以这盘棋跟他下之前呢 由于抽签 抽到一块之后 我真是碰到他是仇人相见 这个分外眼红吧 急于想报仇 但赵志勋的棋也非常厉害 拿这么个比方吧 赵志勋的棋好像在踢足球 德国队的意思差不多 他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特色 但是毛病很少 很实用 像机器似的 很少出毛病 虽然我对他的棋不欣赏 但他是我非常头疼的对手 我就是怀着这种很复杂的矛盾心理 和他进行这场比赛 赵志勋 这盘抽签我也非常不利 抽到白起 赵志勋 中国流 他在跟我上队场比赛的前一两个星期吧 刚刚取得日本的棋胜 他取得棋胜的最后一盘比赛 就是他直黑对小林光一 他就下了这个中国流 小林光一是对付他的时候 是走着这个去 那么然后赵志勋走这个 这样的底下的这个作战呢 小林光一好像进入了赵志勋的这个圈套吧 或者说给他准备好了的套子里头 最后从这开始就卷入了被动 最后是输了六五半 六五半在专业棋手来说是非常大的差距 所以我跟他下队盘的时候呢 我还不完全清楚他跟小林光一的下方 但我马上就警觉到 所以可能作为我们这个职业棋手 有这个天性嘛 就警觉到他可能有这个 他的那个 暗藏的这个秘密武器 我就闪开他了 没有走在这儿 是走这个 当然走在这儿并不见得肯定不好 就是说避开他这个得意的心理嘛 让他不舒服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战术 他挂脚 我把小飞 这时候赵志勋想了很长时间 普通的话应该小飞是吧 但是他小飞呢 他怕我这个逼住他 那真子不利呢 白气在这边形成了很大的形势 这个下方我认为黑气也充分可占 可能他有所顾忌 他就没走这个 直接拆这个 那么 我是走这个 我的这个预想呢 比较简单 如果他 单关手脚 那么我可以考虑 先挂脚啊 或者在这边走什么 就再 再进行这个 如果他用了这样硬之后 我再进行最后的这个选择 因为我知道他这个棋 可能 不会这么老老实实的这么 非常稳的这么走一手 赵志勋这个棋 很凶啊 是 不肯那个损失地的 因为这招棋呢 走了之后还有打入 他心里不太高兴了 就坐在这儿 先贴紧 所以 普通呢 这个是一种定式 斑 对 接上 一起 所以 这是一种定式 那这个定式呢 我很讨厌以后 他这个斑 你打 他立下来 这个木数太大了 这脚里头一点棋没有 你要打不住他斑 他先说把这个木老子 心里也不愉快 你要不打的话 以后他这个拐也受不了 所以 就有这个心理上的这个 不舒服的地方呢 就没有上头班 这上头班是 这个 最普通的 也是定式 所以我 想了很长时间之后呢 这场棋 陪我一块去的罗建伦工 说这场棋 我是用的时间非常多 是大厂考 他从来没见过我 他开始用这么长的时间 因为我怕他人家走这个 因为我在想什么呢 假如我这棋 不是走高的 走低的 也是常见的 那么他飞上来 我当然的要走这个 所以我就简单的这么一个 来这个推理吧 像这个 真太阳破案推理一下 就 这样下了 没想到赵世青是 跟着往下走 我一直欲想看 往上走 或者搬 那 那 这个棋 被白棋 两指头一搬 白棋还是很舒服的 普通的话 这个棋要断吧 心情上 要断 但是白棋这个长 黑棋很难过 黑棋不能飞 是不是 黑棋要飞的话 有一肩 这有袜的毛病 只能双 那么这个 双子的 这个棋 显得有点 笨 对 有点笨 有点重 黑棋就是 把棋这么跳出来 以下还要飞下去 这个则还在 被攻的立场 这是个被告 所以这个发言权 比较差不行 那所以它就没有断 不敢断 跳 白棋粘住 粘住之后呢 你看见没有 这个 这一袋的白棋 势力很雄壮 黑棋还得再跳 不然这个打入啊 有一点很厚啊 这个打入非常严厉 黑棋 没有硬手 如果在下面压压白棋活在底下呢 这个 这些交换太亏了 所以它就要围住这个扣 白棋间底 利用这个后视 对黑棋发起 冲击 尝出来 只要尝出来 只要尝出来 闭住 闭住之后呢 黑棋这个棋呢 没有完全的 嗯 活干净 不清楚 是不是 白棋呢 脚上呢 这样偏顶 就先手捞一个脚 本来是有这种毛病 但由于这块黑棋很 很薄弱呢 它 不敢点 对 不敢点 点到白棋底下了 这棋越来越好 可以去补一个 怎么补呢 怎么补呢 你跳一个 这方向很对 这你跟这个 跟这个 赵志勋 这个日本的棋盛 就差一路 那就走这个 对对对 他走的这个 这方向是对的 但是呢 这个呢 就有点偏于保守了 因为他这儿 这儿有先手 这有点脚的 一些鱼尾 这儿有靠下来 所以他走的这儿没关系 嗯 白棋为了破坏他这些 那个 都让他统统没有之后 就半沾 这本身有十几目 本身有先手十几目 要不然黑棋底下来 这都是先手 现在白棋有这个 把他这个断了 断了基本上就吃掉了 我想这一间断 这个的就跑不了 那么黑棋 需要补了 就补在这个地方 你刚才这两招棋啊 这个地方方向对了 这个地方呢 是后一步走的 所以这两个水平都相当 不低啊 看他刘虹是 业余四五段是毫无问题了 一跳 跳完之后呢 就好像这个拳头啊 在打出去之前呢 先缩回来 他一缩回来之后 就是要打这个白棋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 如果你硬 这个 或者这个 他把这一扣 那这个班子就被他打进去了 为了防止这一些 那么白棋必然向起来 这些围棋都是有必然性的 现在呢 黑棋在上边 捞了很多的时空 但是在下边呢 就被白棋捞了很多的时空 就是黑棋在右边捞了空 白棋在左边捞了空 你看 他这个左边 是很虚的 没什么实质性的木没有 而白棋这个呢 是有实质性的木 这个也是虚的 这白棋有实质性的木 这也就是说呢 在右边 黑棋拿的是什么呢 拿的是 现款 白棋弄的是支票 但是在左边呢 白棋就拿的现款 黑棋拿的是 也是支票 所以大家呢 这么一抵消之后呢 完全 就是平衡的 可是实际上呢 我自己觉得呢 还有白棋的钞票 比黑棋的钞票 多拿了一点 黑棋就是 这个支票呢 由于这边 过多的捞空之后 这儿白棋比较厚呢 得不到的 兑现 所以刚才讲了 就是说 黑棋有两部 比较空的 白棋是 这部和这部 都是比较实在 这个二对二交换 那么这两部交换 所以你们 我这部高拆 以后它跳 绑住 贴上来 长上来 那我现在等于 这两部交换 这两部交换 只有一部 是吧 并且 这一两部 黑棋和这两部 白棋呢 走呢 黑棋也是大个双 所以全局的形式来说呢 呃 实际上这时候 黑棋已经 稍稍的有些落后 白棋 呃 可以用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 领先一点点 黑棋 这个 嗯 赵主兴是比较喜欢 那个 实控的 最后 他这个 喜欢实控的呢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实控给它 捞回来 跟着就把它 散散点掉了 这个时候如果 按普通的话 挂小 它一肩顶 可以 这墙 可以跳 这个墙正好被它逼住 嗯 而且逼住它有这个 怎样呢 它这地方很结实 我这个 好像 一头撞在墙上 那个 效果不那么好 所以就没有 参与这 就是点脚 也 确实应该点脚 这样子 黑棋连斑 如果长的话呢 就过于 让白棋过于舒服了 先手和一个脚 先手和一个脚 再二路一搬 再二路一搬 那 一粘 黑棋还要糊 这个拆三 很窄 这边也拆三 都是低位的 让白棋 走一走 这个黑棋 对 又是一支票 这个又没有 没有 没有这个 得不到什么对线 就是 这边白棋很厚 这边白棋呢 都是白棋 黑棋只能在这地方 那 恐怕不行 所以 赵志勋呢 本质还是 那个 要失控 不知道你注意没有 这个则如果是高的话 这个下法就不成立了 为什么呢 它可以搬到这边来 你只要挡住 你只要挡住 可以断 你现在 只好切 白棋可以把这个吃掉 可以飞上来 威胁这个则 把这个则和这些棋盘的另外的黑则 联络断开 那么他就受到了 威胁 白棋先说在这儿活一块 那是白棋大火成功 但是这个则在这儿就不行了 刘虹你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吗 为什么 这个时候 一段 它只能接 那为什么 这个时候 一段 它又可以不接 是不是拐了也可以贴回来 对 这个非常对 这个拐 假如它接这个 现在它要吃这个 黑棋就可以补这个 你说的太对了 从这个时候才可以贴回来 这样呢 这个则就起了援兵的作用 假如 这个则在上面 那就没有援兵了 那么黑棋就要大爬而落 一路要 白棋把它穿开这么过来 那么 就是黑棋大大的失败 这也就是 在高 这个联班呢 就不行了 在低的联班 就成立 这个是很 很重要的一点 现在白棋不能断这个 断这个 如果能成立 它是接在这儿的话 还是应该断的 但是它会走这个 这个白棋就 没好气下了 那么 现在白棋就把这个吃掉 好 好 好 实战白棋是走在这儿 当然更好的可能是走在这儿 更好的 先手把这儿处理一下 再走这个 这是更好的一种 下方 现在 实战中白棋没有走这个 应该走成这样 先手处理一下 那这样才飞过来 它恐怕会断吃 尝 再吃 吃 过来吃 记住 沾上 一般来说黑棋要贴这个 不贴的话 都有一个家 这个家对黑棋来讲 非常的难受 只能在底下走 它打吃 接上 再接上先手把你都关进去 被黑棋承受不了 应该先手走一下 如果这样的话 这白棋就断然优势 实战中呢 没有错过这个 这是我在底盘中 非常后悔的地方 那么黑棋 嗯 白棋很难受 走 先手刺一下 这个很愉快 然后就非常难过了 这个团上 这个团上 又没出头 以后被黑棋还封住了 一共这块只有四目 这就被先手走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如果这个头被非住的话 将来这个是被白棋 黑棋先手走的话 那非常的难过 为什么呢 这招的棺子本身有七目棋了 你看啊 你看啊 白棋一立下来 黑棋挡住 现在呢 黑棋这里的所有的目数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六七六十三 十三 一般 一般它先手加 这地方是 六目 加这一目是七目 嗯 差了六目 嗯 那么这个子呢 本来一立的话 就说这个打吃 是黑棋的先手 就是后手 那个七目嘛 它也去掉你一目 它这儿是六目 你这儿是后手七目 那么现在呢 你被他先手走着了 千手六目 啊 千手六目 这个受不了 本来是 那个被黑棋便宜很多 所以这个白棋 这个子应该 在这儿下 这个已经被黑棋 不知不觉中 追入很多 现在黑棋的是点角 这个点角有点儿急躁 恐怕啊 大陆可能会更好一些 嗯 也许赵子军 认为他现在的形势 不是太有力 要采取一些非常的手段 这么下 那这个下法呢 是我 觉得他 还是有些问题 白棋至少是很欢迎黑棋家 现在 静活是活不了 只有做这个截 但是这盘棋 没有合适的截裁 白棋 白棋 做截 做截 白棋提掉 黑棋如果找截 这儿有大的 一个 白棋必须打 提 但是白棋 但是白棋这儿也有大截 但是白棋这儿也有大截 也是大的不得了 你假如提掉这个 他把它一拐 这边都碎了 必须的还得补这个 那么他也可以再补这个 那么 你把这个白棋的角变成黑角 那么白棋把这个黑角变成白角 这是一样的 所以跟刚才形势如何 现在还是如何 心情可能上白棋更舒服 因为黑棋这个走得到 那么 这个截 非常的损啊 把这个搭走掉了 所以赞主心不肯 白棋提截的时候 黑棋就 靠 这个白棋没法硬 要硬也硬不完了 它这个截啊 多得不得了 你看了 这里都要硬也没好 好地方硬 所以就把这个 黑棋提掉 这时空挺大 对 时空挺大 干净的一种 最主要厚实 这个比这样 砸丁补一手的话 几乎要便宜 半手棋到一手棋 因为你这儿多了一个 这就多了 这就多了 黑棋这里多两个死棋 根本没关系 是吧 基本上便宜了 一手 或者说是半手以上 黑棋 这样损失很惨重 那只能到这儿来 猫取吧 三 三 这个普通看这儿 很笨 也很重 但这个现在是好棋 黑棋必须去掉白棋的根 如果让白棋 在这儿搬住 乘几木做活的话 那黑棋空就不够了 所以必须要走这儿 好 白棋拐头 黑棋的脆我不大赞同 恐怕应该煎这个 我觉得恐怕应该煎这个 煎这个可能起 可以 吃的吗 吃的 对 吃它就打 我还没回家 吃这个是 必须的 可能吃 提掉 吧 做这个 这些 现在打结恐怕就打不过它 抓走这个 踢 接上 接上 但是这地方有以后 这就是等于有子 先手 不然的話,點,接上,衝,打,一跳 火是沒火,但是氣就不夠了 不是說,收氣是黑氣比白氣氣差 所以呢,這地方是先手 白氣就有些眼味不夠,也對黑氣沒什麼威脅 所以說他應該尖這個 那麼白氣大概就是飛著 黑氣接上,白氣在中間跳 這樣可能是比較正常的一個下 他走這個,那麼白氣飛 這個壓很舒服 這個壓他只能退 這時候呢 你知道跟剛才有什麼區別嗎 剛才,這樣的時候,白氣走這個,黑氣是衝的 先手 對不對啊 現在你走在這兒 你沒有衝在這兒,而是在這兒 這個,要多一個,對這塊白氣做活是好多了 現在白氣,就應該這樣做活 這個飛氣,幾乎是,沒得下 可以說白氣已經有巨大的優勢 可是當時自己呢,就是,有些這個 就是,怎麼講呢 就有點這個,呃 對這樣的下方呢,我也明知道很好 就是覺得,這是不是還有更好的下方 有這個更高的追求 我走的是這個,這道其實 嗯?你先走的這個 Cisto,對吧 對 對 沾上 對 再查一點 再沾上 我當時以為啊 這樣一走 膠裡什麼氣沒有了 先說把那空撈了 然後再在中間補一個 這樣呢,空就明顯的多了 為什麼不走在這兒呢 還在瞄著這個 這黑氣有點威脅 實際上這個氣就不應該走 直接剛才走這個 那麼現在 走的這些 再走這個 我以為這腳裡沒氣 但是趙世勳給我上了一課 腳裡頭是有氣的 他 做這個 這招氣我根本就 沒往那兒想 後來事後 人家跟我說 這招氣沒什麼可怕 本來氣就這樣吃它 他 大概是這個 街上或者是團隊都大概街上 我這個 就這麼收氣把它吃掉 也是可以的 我呢 他是覺得形勢很好 就這麼偽索退裡 然後 他做這個 我翻 他衝我擋不住 就給了 只好擋這個 他沒有 他衝我暫時不走了 他不能衝了 但是他已經衝掉我 本來衝我是擋著 現在已經衝掉一幕了 而且還乾著吃兩個 這個損失巨大 本來剛才優勢很大 一下就變得拉平了 這個 這個我是 不可理解 不可思議的一種 大混招這個 黑棋 做這個 下面 假如 我不硬的話 他做這個 要斷 只好從那臉 先不說他有這麼一擊的度過 這一搭還有斷 這還有攻我 為這個空 那我 可以說是 那個什麼了 大大的不靈了 所以 補一個 事先補一個 不能讓他進來 如果他的進來 就意味著 這塊白棋被攻 黑棋現在 要走了一步 稍稍有點緩的氣 這張棋如果 充進了 白棋可能有點夠強 就是從這個棋的進程來說呢 白棋可能稍稍的落後一點 它就有點退 扳住 只能扳住 退不住 拐 再壓住 白棋不敢扳 白棋不敢扳 不敢扳這個 只好扳這個 黑棋扳這個 這塊白棋還沒活 為什麼沒活呢 就是他以後 他以後吃 這樣欠吃 他那厚了之後 這一圍 這都要成功 這一立他也好 這兩堂白棋不敢打入 是不是 他這樣下白棋就艱難了 他沒有這樣下 他跳 然後白棋把他接回來了 這張棋有十幾木 木樹上十幾木 並且走了這個之後 下面的這個 就是先手 黑棋非常難過 右棋又斷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黑棋白棋一接這個時候 黑棋就走了一步 所以我震驚 不以得起 從這樣 打出來 那把白棋也衝過去 不是吧 頂過去 這樣頂 如果你立下來 不讓他肚 他一衝 你只要把吃 他一拐 他一拐 把這白的五個吃掉 那一拐之後 這兒有籽 這個地方多了一個籽嘛 白棋這五個死了 黑的三個都活出來 大家不知道看明白沒有呢 如果 病 或者猴 如果猴 他就打死你 你病 他就充吃 你也吃死 那這個圖白棋不行 不難理 道主勳走這個呢 就是為了想 渡過 所以 他這個大 充 實際上這個下法 並不好 這樣渡過 大概撈了將近十木起 下法被吃掉的一個籽 已經有兩木 這多一個籽呢 對這邊也有影響 最重要的這塊白棋 完全厚 安定了 可以放心大膽的 破這塊 這樣的話 黑棋就 黑棋就這個難放了 所以這個作戰應該說 黑棋失敗了 也就這麼說呢 布局呢 白棋取得優勢 就是 黑棋 在這一邊 把它拿回去了 就是雙方板平 板平之後 黑棋在那邊 又出現了小小的失誤 這樣呢白棋又再度獲得領先 這樣領先之後呢 由於這樣領先之後 棋盤呢 重要的地方都沒有了 像大家看這棋啊 馬上就進入了關子了 就進入了收速的階段 唯一最大的空的地方 就是這了 也就說這盤棋唯一的 還可以在這裡 進行戰鬥的 也就是有這麼一個地方 別的地方都不行了 把白棋掉入 對 掉在那裡 現在 你從外邊吃白棋 是吃不了的 因為這邊 這邊是活的 這邊也是活的 很容易跑出來 這還在抵視你 實際上現在正常收出關 白棋也贏了 正常收出關 白棋也贏了 但是白棋還要繼續欺負黑棋 打進去 這招棋比較好 他如果 敵 搬這個的話 我就尝一段 苦衛 街上就先生的便宜好幾目 跳出來就行了 這樣就白棋也很安定地能贏了 可能受不了的刺激了 反擊了 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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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擋上 擋上 那肯定得斷了 對 肯定得斷 對 肯定得斷 下面擺起是這番其中的 一部可以說是叫 我們講叫 日本話叫手筋 另一個 另一個是這邊要理的 他也跟著你 班有嗎 班啊 也可能有 班他假如說走這個 或者說走這個 這兩個都可以走 這還是可以下不去 你不來 還是下不去 或者說他 擋住也行 現在呢 就是 你這個想法 慢慢接近正結了 班和利 這都是要保留著的 不能馬上定型 因為要看他怎麼下 我再怎麼下 那 白棋在這個地方 並不是一定要把這個 走的那些棋都要救回來 而是想 占點便宜就可以了 嗯 白棋現在下得非常好 是點這個 假如你接住 咱們先說假如啊 現在以前有個電影 假如站在甲板上 怎麼接住 那麼黑棋 白棋有幾種下法 第一個 這個赤 你這樣炒 然後他拌 這是第一個想法 黑棋呢 是不能走這個 走這個他可以炒 蒸不掉 蒸不掉 你假如蒸不掉它 你就得防著它蒸掉你 你假如虎的話 他的歷史先說 你看到嗎 嗯 歷史先說 那麼就他把你給蒸掉 你跑他吃吃吃吃 全把你吃 對 那麼 你要想防一下 先打一吃 他拐 那麼現在你連這個都不能下 這個 為什麼呢 你走這個他就挖吃就接不歸了 那你只能走在這兒 走在這兒的話 白棋可以走這個 黑棋只此一手 如果走別的這兒吃掉 只此一手 那白棋管過來 對 白棋管過來 黑棋踢 白棋叫吃 黑棋接上 白棋一嚐 黑棋在外面走一個 白棋活了 黑棋就死了 所以這個踢呢 還是不行 也就是說這次呢不能接了 接被他一打吃呢 就出問題了 再搬 這搬的想法非常好 好 他如果 走這個 怎麼辦 你看走這個 他大概是 利 他先手把這個跑出來 打吃腸 他要搬 打吃腸就可以吃掉 嗯 那麼他吃這個 你接住 他把這個東西衝斷 一衝斷之後呢 這個 要逃命 因為這邊是白棋很厚 很厚的地方 這兒呢 白棋瓦吃 利也先手 就白棋自然而然的 就進入了這個 最佳的收官狀態 白棋這個局部還是便宜的 他因為只有這兒先手 走到這個 把他也斷開 讓他 利用他逃跑 就可以在這兒 占便宜 黑棋擋這個也要吃虧 所以黑棋最後就乾脆就是 進入了最頑強的那個 反擊 黑棋 黑棋是吃這個 白棋擦了 黑棋是 貼這個 貼這個之後 白棋往下沖 黑棋不敢做別的 否則白棋就是這兒有一粒 他這已經密掉了 已經密掉了 你走別的 他這個離走 那要過這兒斷 就不行了 所以 這個時候 白棋沖的時候 黑棋拍一個 嗯 拍 黑棋放大汁 白棋擦 沖 黑棋 黑棋這個 點的時候 黑棋是尖的 嗯 是這樣的 怎麼樣 尖的 擺的不對了 這樣的時候 次序不對 點 黑棋尖 白棋立 黑棋走 然後白棋是 成這個 再說他打這個 再走這個 白棋沖這個 現在白棋有這個 立下來的手段 白棋 一立 你走這個 它一下 一斷 那你還仍然吃掉 所以黑棋要防止這個 打這個 白棋把這個沖掉 已經賺了很大便宜了 黑棋這個地方 只要白棋把它 這兩個色 不要把它吃掉 就可以了 黑棋現在是要吃掉 這兩個 從 現在白棋給它 立下來 你看 接住 只能接住 如果 吃這個 那麼白棋一下 黑棋就完了 沒有氣 沒有氣 你如果接住 它斷 你吃不了這四個白棋 你吃它可以跑 再吃它又跑 這一氣就吃了 所以這個 一擠的時候呢 它不能接了 也就是說這個時候呢 黑棋不能下這個吃了 所以現在黑棋是吃這個 所以現在黑棋是吃這個 讓你這個走中了 然後 爭取讓你這個 這個作戰 讓你白棋腳 現在白棋一失誤一跑 就把這個走中了 最後它就轉換 去腳 把你中間吃掉 這是黑棋的一個 如意算盤吧 他白棋 不跑 直接走這個 現在 如果黑棋 提掉 或者走這個 那麼白棋一搬 這個轉換黑棋吃虧 吃虧到老了家去了 是不是 腳都死了 那麼 這個不能下 正好 再走這個 殺氣 中的殺氣好像白棋氣不夠 站上 假如 團上 它就收氣 你收氣 它一立 白棋插一氣 但是這時候白棋有妙手 好像接上的時候 白棋走這個 黑棋現在 比方說 接這個的話 接這個 接這個 白棋斷了 白棋斷了 他提掉了 不是斷 白棋 可能 白棋站上 藏這個 黑棋怎麼走這個 對嗎 白棋插 可以先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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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先吃一下嗎 先吃不行了 先吃它這四個不要一段 你沒緊張這些氣 嗯 是這樣吧 嗯 是這樣吧 不能走這個 先沾上 只能先沾上 這個時候白棋有一部好棋 加這個 看出來為什麼好嗎 如果 如果你 爭掉這個 白棋 那麼白棋就 一吃 你一提 它一團 這些黑棋全死了 這個也死了 就中間提這麼幾個乾子 白棋活得很乾淨 黑棋沒有用 那麼 如果 不爭這幾個 立下來 立下來 白棋也是打不 黑棋在爭 白棋 是一樣的 現在這幾個還沒提掉 也不行 還不如剛才 嗯 然後就是說 這個時候 一擠 接 它就跑出來 你只要一接 白棋就往那兒跑 你衝衝衝 它在家裡 那是不接的話 不接的話 叫吃累了 那麼白棋叫吃累了 黑棋提累了 白棋接累了 也死了 實際上這個時候呢 這個腳已經死掉了 被白棋一嗆 現在 趙子兄在讀秒 也讀的 呃 最後一分鐘 但是呢 這些變化 我相信它在下個時候呢 早就 也就在一邊讀秒一邊能看見 都知道這些變化 啊 怎麼怎麼走 最主要的就是說 白棋能先生把這個跑出來 寬出氣來 這樣呢 加 這個吃也 嗯 最終的結果是 這個人死了 這個腳也死了 都死掉了 我正在這個地方 還在進行緊張的計算 在 拼命的那個 拿著 抱著頭啊 還覺得這個 怕哪兒 萬一出現昏招的時候 這時候 振奮人心的好消息來了 這趙子兄就抓了一把子 然後往其他人一放 表示認輸了 這一擠之後 他覺得難受 找不出應手呢 就認輸了 這樣呢 我就在東央證券的這個 爭奪進行前四名的這個 比賽中呢 就戰勝了這個 趙普勳 進入了東央證券的前四名 這盤棋呢 手數下的非常的少 到這兒 這是第118手 嗯 由於 白棋對黑棋不斷呢 施加的壓力吧 黑棋 時間也緊張 最後棋也緊張 最後棋也緊張 最後時間也沒有了 棋也不行了 所以只好提前認輸了 這也是我參加國際比賽以來 手數最短的一盤棋 而且我自個兒用時也是最短的一盤 很快下午沒有幾點就下完了 我下完的時候別人都很震驚 別的棋還都在進行著熬戰 我這已經戰鬥已經結束了 最關鍵的就是白棋的佈局 比黑棋的佈局顯得合理 就是白棋在這地方 在運用這個鈔票和支票之間的 那個線招和支票之間的 關係理得比較順 最後呢 把這個優勢呢 一直雖然有點小小的出入 但是一直就最後保持到最後結局吧 所以到這一集的時候 張哲勳就不下了 這樣這盤棋就跟大家介紹到這